你好,我是淺愛君,在《讀書》頻道為你介紹當今世界的暢銷著作,歡迎訂閱我們的頻道。 謝謝你的支持,我們將更努力為你介紹好書。 今天我為大家介紹的是,中國共產黨百年史,作者是石川貞浩。 這本書由出版社《觸摩書坊》在2021年出版,並獲第25屆司馬遼太郎獎。 2023年2月,該書的繁體中文版由台灣商務印書館出版。 這部在日本獲得《司馬遼太郎獎》,肯定的作品,有意糾正日本當代年輕人對中國和中共的固有觀點, 期望大家抱持冷靜客觀的態度,看待這個東亞的強大倫國。 由《司馬遼太郎》本人創立於1998年的《司馬遼太郎獎》數有日本歷史文化學界諾貝爾文學長的美語, 每年評選一次,授予文學、藝術、學術和媒體等領域的作家,以表彰其業績和作品。 司馬遼太郎獎從1998年開始頒發,由朝日新聞社、港談社等十一家文藝社團進行評定。 歷界得獎者包括龔祈俊、龔布美恆、鹽野七生、楊凱英、蟬山正明等名家。 石川貞號以中共早期建黨史研究享誉於國際學界,特別是2001年中共建黨80周年時, 石川貞號出版《中國共產黨成立史》,首次正確考證出中共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召開時間, 在中共黨史學界引起巨大的關注和討論。 其重要研究著作《中國共產黨成立史》,增訂版《紅星是怎樣升起的》, 毛澤東早期形象研究,兩書繁體中文版均由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發行。 他還曾在北大歷史系留學。 該書的繁體中文《日本共有五大章》, 第一章《革命政黨的啟程》,第二章《走向權力的道路》, 第三章《毛澤東和他的同志們》, 第四章《人民共和國的領袖》, 第五章《遠離革命》。 作者在繁體中文《日本的最終寫道》。 我寫這本書的確花了大力氣, 但如果沒有這幾年中國共產黨的努力和活躍, 我的小書肯定也不會受到這般關注和評價。 從這個意義上來說, 我或許應該朝著北京的方向合掌一敗。 但是, 這本書卻不能在中國大陸出簡體版。 要是在十來年前, 中共度量還比較大的年代, 或許還能在北京那家黨史相關的出版社做出來。 但是, 在出版, 新聞管制亦發嚴苛的中國媒體空間之內, 本書已不被允許存在。 因爲日文版腰封上用了像皮張版畫家佐藤 Mirico創作的毛澤東、 習近平頭像, 這好像被視為大不敬, 中國大陸著名的書評網站 豆瓣上曾添加過此書條目, 但很快就被刪掉了。 接下来, 介紹本書標題和內容的資訊也被和諧了。 也就是說, 在中國, 用普通方法是無法獲知本書內容的。 給中國朋友寄過去, 有大半也被海關沒收了。 值得一提的是, 石川貞豪的書, 中國共產黨成立時, 紅星是怎樣升起的, 等的中易本還曾在中國順利出版。 再回到石川貞豪的 中國共產黨百年史。 石川貞豪在這本書最言, 《中國的統治者》中, 其中的內容。 概括來說, 就是, 近代以來, 湖南省的商談, 寧鄉一帶以背出革命家而聞名, 因此被稱為, 偉人故理, 連結者三處的路線 俗稱紅色之旅的 黃金三角, 毛澤東, 劉少奇, 彭德懷等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元老級人物都出身於此。 寧鄉花明流是劉少奇的故鄉, 旁邊有紀念館, 內有劉少奇在中南海擔任國家主席期間在使用過的臥室, 者將床沒有腳, 只是把床墊直接放在地上, 因為他長年為國操勞, 廢寢忘食, 以致幻想了嚴重的失眠症, 每晚都要服用安眠藥才能入睡。 不止劉少奇, 當時中共中央的領導人很多都需要安眠藥, 比如周恩來, 鄧小平, 因為很多重要的會議都在半夜召開, 生活作息非常不規律, 毛澤東也離不開安眠藥。 毛澤東和其他共產黨領導人需要依賴安眠藥來支撐他們的日常工作, 但除了無之外, 其他人在凌晨之前不能服用。 劉少奇因此把床墊放在地上, 可見當時無的意向之重大, 不僅在於政策決定等方面, 還深刻影響到其他人的生活作息。 平常為無服務的秘書們也非常辛苦, 楊尚昆的日記顯示他的下班時間差不多每天都在凌晨2點, 若有政治局會議, 就要到凌晨3點。 劉少奇勤勉的精神也絕非誇張, 像毛澤東、周恩來等共產黨其他領導人也都非常刻苦。 這中統治模式是共產黨自己理所當然的選擇, 掌握著國家命運的人們勤勉克苦不是天經地義。 劉少奇在擔任國家主席前後, 就已經因為毛澤東大躍進政策的失敗, 而發生了臥死數千萬人的慘劇, 他必須背負著這份作為統治者深刻的心理壓力。 過去至今, 中國政治體制基本不變, 當年劉少奇與現今的習近平都處於無可逃避的壓力之中。 對於中國領導人而言, 不論是毛澤東時代或是現今的習近平, 都必須要背負著沒有替代者的責任, 而且者壓力也不會因為達成某些特定目標而解放。 中共誕生百年來經歷了很大的變化, 要想像它從前的樣貌已經變得相當困難。 今天的中國共產黨是繼承自百年前的組織, 雖然過程中有過偶爾的分裂危機, 但它沒有改名或解散。 中國共產黨的樣貌發生了巨大的變化, 可以解釋為黨努力做出適應能力強的變革, 也可以說是沒有什麼原則。 中國共產黨的存在已經不可避免地參與到百年中國的歷史, 也不可能要開世界與東亞的歷史, 去討論中國共產黨的發展歷程。 最現中環提到, 本書在中共建黨百年之際, 對該政黨的歷程皆以回顧, 但並不是一本具細微為描繪其歷史的觀時性教科書。 當然, 討論還是大致圓著時間逐展開, 但在描述該政黨的歷程時, 將選取今日共產黨所繼承的各種黨的屬性, 即共產黨特有的性質, 並結合各個時代的話題來推進論述。 就像本書一開始從劉少奇碎地鋪的日華講起, 略規黨的領導者與經營風格等屬性, 本書嘗試從具體的事物出發, 探索共產黨獨有的特徵從何而來, 又表現在何處? 本書的聚述著重在中國共產黨執政之前的時期, 至於獲取政權之後的發展, 特別是21世紀之後的內容則相當簡略, 這是因為今日共產黨的種種屬性, 有許多地方都可以追溯至早期時段。 儘管比重略不平衡, 但需要再次強調, 我並不想寫一本概論式的, 事無巨細的黨史教科書。 再講到這個書的主要內容, 香港01一篇書評提到, 中國共產黨百年史, 最大的特點在於, 長古略今, 傳書五章, 前四章聚焦於中國共產黨的起源與革命, 走向權力之路, 以及見證後的前三十年史, 僅有第五章論述文革結束, 改革開放以及追求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習近平時代。 由於中國崛起的時代背景, 許多人已忘記中共草創之初僅有13名黨員的事實, 在哪個革命要殺頭的年代, 中國共產黨如何建立革命根據地, 走過長征, 並在內戰中打敗國民黨的徐夫拉紐之勢。 陳永發在今, 2023年台北國際書展講座解讀, 中國共產黨百年史, 便坦然不能否認中共建黨之後, 結出領導與不斷摸索, 這兩大特質發揮了重要作用。 第二個特點在於, 石川貞號以1920年代以降中國的外國歌曲, 流行歌曲為鋪塵, 襯托出中共百年黨史不同階段的時代特徵。 令讀者印象深刻的是, 中共究竟是如何將群眾組織起來, 扭轉孫中山所說的一盤散沙, 石川貞號在書中以紅軍時期的軍歌, 三大紀律八項主義為例, 由於當時共產黨活動的地區是農村, 士兵亦大多為農民出身, 這首帶有民謠旋律的軍歌記令人耳熟能長, 同時,將共產黨的組織原理帶入軍隊中, 明白易懂地表現出軍隊是為了黨和民眾而服務的這一理念。 大家經常能在中國新聞中看道, 不忘初心,四個字。 這也是今日中共, 自我革命的主要訴求。 如何理解中國共產黨於今跨過建黨百年之後的延續性, 石川貞號在書中把解答的線索放在了共產黨體內的DNA。 作者舉出一個相當值得推敲的案例, 即以天津居民為對象的調查發現, 高達百分之七十至八十的人表示, 非常同意或同意政府知道什麼對人民來說最好。 書中提及, 儘管外界對社會監控體系提出了強烈批評, 但多數中國人對個人資訊與社會服務關聯的數位管理社會仍表示認可。 石川貞號認為, 中國模式的執政效能之所以受到民眾的高度肯定, 是由於中共體內的列寧主義、 布爾紮維克主義, 與毛澤東圍留下來的DNA, 結合在中國共產黨身上, 表現出傳統中國社會的無苦民的強烈意識, 以及共產黨為人民服務的鮮明其次。 不同於西方近代化模式的中國模式, 正在以發展中國家為主的許多國家和地區, 穩健地傳播開來, 但石川貞號還是期望中共領導人應當思考, 已經不是中國一國要走向何方, 而是中國與世界要走向何方。 陳永發在談論該書的講座上, 也強調了中國共產黨並非白來品, 而是內外堅據, 含中國人的獨立自主勝於其中。 中國共產黨執政效能之所以受到民眾的高度肯定, 是由於其成繼自百年前誕生的那個組織, 表現出傳統中國社會的無苦民的強烈意識, 以及共產黨為人民服務的鮮明其次。 中國共產黨是一個超級大型執政黨, 它不是為了保住命物而存在的, 也不是作為歷史遺產放在博物館裡, 而是成為了世界上最強大的政黨, 在全世界的眾目攜攜之下迎來了百歲丹神。 石川貞浩提出, 不論是激肉挽救帝國徽的美國, 也或與美國在戰後有著千絲萬縷關係的日本, 還是由於殖民經驗與地緣政治對中國大陸始終存有心理隔核的台灣、香港, 都應該對既陌生又熟悉的中國共產黨有著更客觀的全面認識。 當今世界正在經歷疫情摧殘與戰爭撕裂, 意識形態的議員對立越形嚴重, 中美之間的戰略對抗, 令中國共產黨這個作者口中, 超巨型執政黨, 令渡下的中國, 陷入了國際輿論場的壞語與形象之爭。 謝謝大家收看, 讀書。 我們希望得到你的支持, 及, 讀書, 點讚, 打賞。 請期待, 我們為你帶來更多優秀的作品。